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韓席量飆升 中國人越來越不安 中共財政部開始忽悠了 十幾億彩票棄獎 習近平可能捅到了馬蜂窩 只影響2%選民 蔡勒斯挺賀錦麗 CNN 幫助恐相當有限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9月13日 星期五 我們每天發布6到7個視頻 同時也會把通知發在副頻道的社區 請大家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韓席量飆升 中國人越來越不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閱讀是人類獲取知識 旗幟增惠 培養道德的重要途徑 這樣的表述 出現在初一的語文書裡 我作為家長 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美國之音報導 在北京工作的張女士透露 自己孩子的教科書裡確實有提到習近平 教育孩子少年讀書正當時是好的 問題在於他也不是什麼大學問家 拿一個政治人物的說法做論據 沒有說服力 而且什麼是總書記 我還得費時間給孩子解釋 張女士和中國的家長們將很快看到中國教材裡越來越多的出現習近平三個字 中共教育部教材局負責人告訴中共揚媒 此次修訂歷史兩年多時間 中國國家教材委員會進行了嚴格的初審 副審和多輪復合 通過後報國家教材委員會審核 修訂的首要任務是全面推進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教材 張女士說 仔細想起來 像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生讀本這樣的書 這一兩年都已經走進了小學和中學 那教材有變動其實也就不奇怪了 改革開放後 大陸教科書逐步走向多樣化 教材內容的泛政治化也有所放緩和改觀 而習時代教科書韓錫亮的快速增加 讓中共的教材建設看上去走上了回頭路 曾是上海同济大學副教授 目前在美國生活的邱家軍說 習近平顯然是想學習毛澤東從娃娃抓起 對國人全面洗腦 國家安全教育升級 也是此次中小學統編教材修訂的另一特點 根據中共教育部發布的消息 歷史教材新增中印邊境自衛反擊站和對越邊境自衛還擊站等內容 廣東一省屬高校不願居民的副教授表示 現在教材還沒有到學生手上 但老師之間有了議論 比如 教材強調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很複雜 很尖銳 西方國家一直在策劃銀色革命和西化中國等等這樣的提法 很容易讓涉世衛生的學生變得敏感和狂躁 我們現在擔心舉報大風暴會不會來 因為讀本到了學生手上 他們會有更多去舉報老師的依據 臺灣立志協會執行長 政大法學博士 龍華科大助理教授賴榮偉說 不管是政治 經濟 還是社會治理上等等 習近平現在所有的做法就是在維護中共政權的穩定 中共財政部開始忽悠了 十幾億彩票棄獎 中共財政部近日發布的《2023年彩票公益金籌集分配情況》 和《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安排使用情況公告》提到 《2023年預期未對獎獎金達17.78億元》 陸媒報導聲稱 《2023年 廣東 江蘇 浙江 雲南 四川和山東的棄獎量較高》 其中廣東省《2023年棄獎金額超過2億》 《2019年至2023年 每年全國棄獎金額均在10億元以上》 近5年全國彩票預期未對獎獎金共計83.77億元 報導還稱 造成採購者棄獎的原因 主要是為及時核對中獎彩票 以及中獎彩票受損或丟失 該公告引發網友一邊倒的質疑 有網友批評說 賣不出去開始忽悠了?又要屏障了是吧? 彩票支銷下滑 這種消息越來越多了 如今很多的事都毫無誠信可言哦 彩票 股票 獻血 紅十字 行了行了 這個國家說啥我都不會再信了 還有網友諷刺 不是放棄 好多人忘記拿了 售貨工作太差了 有我的一千萬 因為要去省領獎就得請假去 這樣一來 我的全勤獎就沒有了 所以我果斷放棄了 同一個人眾多了 不好意思去領了 這應該是內部對獎對的不好意思了吧 是棄獎還是壓根沒人中獎? 中國彩票屢屢傳出作弊造假醜聞 有網友指責是彩票中心侵吞獎金 還有人爆料 其實是地方政府挪空獎金池 彩票中心只是幫助屏障 習近平可能捅到了馬蜂窩 近期中國的上司公司高管之間似乎流行起了離職潮 許多幹部捨棄民眾夢寐以求的金飯碗提前跑路 其中就包括中國黃金董事長盧敬 太平洋壽賢董事長潘彥宏 中國銀行行長劉金 折商銀行行長張榮森 交通銀行行長劉軍 重慶銀行行長王志恒 招商證券副總裁熊開 海政要約董事長沈欣虎 以及國要現代集團董事長董曾鶴等 一位中國網友粗力地統計近期辭職的國企領導幹部 評論這些人真的是連金飯碗都不要了 除了上述的高官外 還包含中興銀行副行長王康 北京銀行副行長韓旭等 國要現代集團總裁連萬勇也跟著董曾鶴一起辭職 該名網友也大探 現在中國的金融圈真的是讓人越來越看不懂了 中國鐵道建築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黨委書記 中國鐵線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陳奮健突然墜樓身亡的消息 有網友認為 陳奮健可能是為了保護財產 保護上級才突然被墜亡的 針對近期大量上市公司高居官員辭職墜樓的現象 評論員財經冷眼分析認為 這可能代表著中國A股的上市公司已經出現根本性的問題 推測 這波辭職潮背後的真正原因 很可能是為了規避風險 逃避責任 或是提前兌現自己的利潤 財經冷眼認為 大規模高級主管離職肯定不是正常現象 這些高管離職意味著他們已經對自己的公司或股票失去信心 推測這些公司的股價很可能在未來面臨暴跌的命運 呼籲那些朝A股的民眾看準停損點 盡快撤離 許多網友也表示 這些官員很可能已經是看不到未來的希望 才決定提早離職的 有網友指出 這些高官們其實也都是坐在火藥桶上上班 在失去靠山後只能盡快跑路 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 也有網友認為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反腐政策可能已經捅到馬蜂窩 讓這些在反腐的浪潮下 不會經營企業的高管提前跑路 只影響2%選民 泰勒斯挺賀錦麗 CNN 幫助恐相當有限 美國流行月天后泰勒斯在總統電視編論會後 於Instagram發文表示 將在此次總統大選中投票支持賀錦麗 此舉立即引發全球關注 並激發了部分泰勒斯粉絲對選舉的興趣 雖然泰勒斯的貼文鼓勵粉絲提前進行投票登記 但CNN等媒體分析認為 這對選舉結果的實際影響可能有限 根據CNN報導 儘管泰勒斯的發文促使33萬人訪問美國選民登記網站 約佔2020年總投票人數的0.2% 這影響仍不足以彌補共和黨在關鍵搖擺州的選民差距 例如 共和黨在內華達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選民增幅遠超這一數字 不過 泰勒斯的支持仍可能影響部分已經做出投票決定的民眾 尤其是在年輕選民中 民調顯示 賀錦麗的靜好感度為正20點 而他在30歲以下民眾中的支持度偏低 泰勒斯的影響力可能略微提升賀錦麗在這一年齡段的支持率 儘管泰勒斯的影響有限 媒體分析認為 他仍是賀錦麗及民主黨的重要資產 尤其在兩黨支持率接近的情況下 泰勒斯的支持有助於吸引部分選民轉向民主黨 今天副頻道的最先內容是 賓州餅乾民調結果鋪 川普狂勝賀錦麗 小肯尼迪 賀錦麗辯論贏了 預測川普支持率下降 習近平真能華麗轉身擁抱民主 那些人得先把它幹掉 廣東小區成立業委會遭鎮壓 業主圍警車成功救人 你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你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在乾淨世界平臺也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